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真的能猜到他心里边去 几乎啊 陆伯打算要用的人 都列在了名单上 好 做下属啊 那就应该这样 陆伯呀 正想要说几句表扬的话 脑子里突然就闪出了两个人来 这于川庆啊 怎么没把他们放进去 一个是楼刚 这是陆伯曾经精心培养的一个人 陆伯在这个人的身上那是花了心血的 但楼刚目前让陆伯看不懂啊 尤其是这段时间 别人都往他这跑 要关也好 拉近关系也罢 都得做出一个姿态来 楼刚没有 陆伯呀 已经有一个多月没看到楼刚了 他有消息说呀 楼刚最近往封南村那边跑得挺勤的 江振英还说 楼刚跟戴小义也打得火热 眼看呢 就要碰撞出爱的火花来了 尽管如此 陆伯还是不想放弃 还想啊 给楼刚一个机会 让他从市长挪到书记的位子上 余川庆这方案中啊 竟然没提楼刚 他怎么不提呢 陆伯往后一躺啊 翔庄很困 揉起了眼睛 余川庆静静静地站着 并不做解释 这个也是一门学问 明知道领导有疑问 但你不能急于解释 要等领导自己把疑惑给打消 要是领导坚持己见 你啊 就装作疏忽了 马上按照领导的意图来 做下属的 永远不能坚持自己的意见 只能婉转地把某种东西给表达出来 就比如说这个楼刚啊 于川庆认为他不地道 上普天城啊 给洗脑了 但是又不敢公开反对 毕竟啊 人家跟陆伯的关系深哪 陆伯揉了一会儿眼睛 起身 咱屋子里面剁了一会儿步 又重重地坐下 继续看方案 另一个他吃不准的人也没在方案里出现 就是屈立敏推荐的广怀市副市长王树增 这一天呢 陆伯没跟于川庆交换意见 也没把心里的疑惑给讲出来 只是淡淡地道了声 行吧 我再想想 看看还有没有应该变呢 晚上 屈立敏来呢 身后啊 跟着王树增 屈立敏进门就说道 社长可是越来越发福了 看这个惊气神哪 让人嫉妒啊 我不哈哈地笑了笑 他呀 跟屈立敏说话非常的随便 向来呀 就没什么禁忌 尤其屈立敏这边 利益确定了关系 关系又决定了亲密程度 哼哼 你也不错嘛 越来越漂亮了 还真成了大美人了 哈哈哈哈 一边梳着 一边让两位坐 方树增显得有点拘束 不敢坐 悟不说 怎么了树增 到我这儿居然给扭拈起来了 啊 哈哈哈哈 屈立敏呢 正是说道 哪有见了树就不怕的呀 别说树增了 我都怕 是吗 不不 假惺惺的问了一句 目光有意的多少屈立敏看了几眼 女人跟女人不同啊 有些女人能勾起人的欲望 主要是色欲和情欲 有些女人却让男人把步子给停在了适可而止的地方 屈立敏啊 就是这样 要说陆伯跟屈立敏认识时间也不算短了 彼此之间也合着做了不少事 尤其是海州药业呀 几乎是陆伯一手给扶植起来的 外界甚至说呀 海州药业真正的董事长是他陆伯 但是他们两人的关系却始终给保持在某个点上 不论屈立敏还是他陆伯呀 都没想着要超越某种境界发展到床上去 有些女人呢是用来上床的 但有些女人绝不能念头都不能有 否则呀格局就乱了 在地方为官 你必须呀有一种多元性的格局 凡事啊不能做成一种样子 一定要将求变化 谁的格局造的大造的好 谁呀就能持续性发展 什么事啊都要讲究可持续性的发展呢 微观更是如此 这么晚来啥指示啊 陆伯明知他们为何而来 还是用玩笑的口吻问了一句 屈立敏啊压了一手 说道 那敢指示啊 书记的话吓死我呢 然后又道 找书记还能有什么事啊 要关呗 说完目光调皮的磕在了陆伯的脸上啊 这就是人跟人的不同 陆伯跟屈立敏说话 从来不管弯抹角 别人嘴里开玩笑或当过场说的话呀 到了他们战里 那就全部称了真话实话 而且呀 不藏不露 直接了当的说了出来 这关是要的 陆伯笑着反问了一句 目光啊 看住了王树增 这陆伯一直没搞懂 屈立敏跟王树增到底是什么关系呀 从来就没问过 当你啊 不打算对某个女人有欲望的时候啊 最好不要关心她这方面的事 但陆伯断定啊 这两人的关系啊 绝对不简单 陆伯对王树增的犹豫也在这里啊 他呀 不想让某条线扯得太乱太密 盘根错节 扯出不少头绪来 那不是好事 那我就买 徐立敏痛快的接了一句 切着 哈哈的笑了起来 一边坐着王树增明显的不安啊 他还不习惯这种对话方式 也没资格去习惯 行 看上啊 那个官位了 说出来 我看多少钱卖给你吧 哈哈哈哈 陆伯倒是自然呐 一点也不避讳王树增 管华市长 怎么样 不能让树增太委屈啊 我的哥哥 徐立敏大大方方就把要求给提了出来 而且还撑起了哥 陆伯坑了一下 关键啊 是这声哥哥 叫他让他身上有了某种反应 平静了一下后 曝光转向了王树增 怎么 真委屈素征了 王树增吓得赶忙站起来 连着说了几声 喂 然后红着脸站在了那 等陆伯批评 徐立敏啊 见王树增紧张成那样 起身打圆场 不是他委屈 是我感觉委屈 怎么着 树增也有我这个姐啊 不能说给别人 姐 陆伯呀 怪怪的看了徐立敏一眼 感觉这个姐字 太有异味了 本来就是姐嘛 是不是 素征 王树增赶忙恩了一声 其实啊 王树增比屈立敏年长 但屈立敏啊 不喜欢当妹妹 她是一个有另类爱好的女人 遇到心意 而又帅气的男人 就像学姐姐一样去爱她 她跟王树增的关系 说起来也不复杂 最早啊 他们是同学 后来呀 王树增娶了屈立敏的表妹 两家呀 一度关系很密切 再后来 他们就背着表妹 享受起人生来了 屈立敏啊 为王树增崩波 并不是因为这层关系 作为一个成功的商人 屈立敏脑子里呀 始终想着一个问题 那就是后续支持 如同资金链一样 权力这个链条也不能断 陆波虽然权力支持她 但她不能靠陆波一辈子 如同培育企业一样 她呀 得培育自己的后续力量 屈立敏啊 跟陆波又笑谈了一阵 且顾还有事 可以告辞了 方树增什么也没说 但又把什么话也都说了 他们走后啊 陆波发现房子里居然多了样东西 刚才没有看到 等他看清里边的东西时啊 陆波惊讶的叹了一声 这个屈立敏啊 什么时候都是大手笔 陆波呀 兴奋极了 屈立敏拿来的是他一直想要 而总也得不到的一件古丸 有了这件古丸呢 别说是一个市长 就算是一个副省长 陆波也愿意慷慨相送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关注主播 精彩继续 第341集 说掉就掉 陆波呀 不打算再考虑了 工作呀 是干出来的 而不是考虑出来的 请罗密鼓的准备后啊 省委常委会就召开了 会议的议题有两个 一是听取省委组织部 宣传部 省纪委 关于全省先进性教育工作的专题会报 另一个 那就是人事调整 由于啊 有人事调整 这才重头计呀 前面一个议题 过得非常快 组织部副部长 还有纪委副书记 就全省这一阶段 先进行教育工作 做了汇报 陆波简单的谈了点意见 就这一阶段存在的几个问题 做了解剖和分析 要求相关部门 要有始有终 将这一工作 深入持久的开展下去 陆波呀 按事先准备好的 对下一步的工作 一共提出五项要求 看过起来就是 真抓实干 不能走过场 也不能图形式 而是要动真的 碰硬的 要通过对干部队伍的整顿 让海东 骗一个样 这些呀 那都是过门 是为了下一项议题的准备 别的人 也只是听听罢了 并没有真的 把这项工作给当回事 尽管呢 都装出了一副 认真听的样子 但心里啊 却都在使劲猜测呀 这次的人事变动 到底能变到什么程度 等会议呀 庆祝了第二项议题 气氛 立刻就不一样了起来 十几个常委 加上猎袭人员 刚才还都一个个正经为作呢 这阵子却再也不能安分了 有的抓头脑耳 有的把手中的杯子 转来转去 却不喝水 也有眼巴巴的 看着组织部长于川庆的 方南川 看上去有些憔悴呀 清理不济 刚才呀 陆伯谈先进性教育 他差点睡着了 连续几个晚上啊 方南川 那都没睡好觉啊 妻子田晴 前些日子啊 从北京来到了海东 处子不走了 方南川呢 几次催他回去 田晴啊 就是不回 还说啊 这个时候 他呀 应该留在他身边 方南川说 现在是哪个时候啊 不都一样吗 田晴说 不一样 真的不一样 方南川呢 理解妻子的苦心啊 妻子 是听到了太多的传言 心里啊 完全是乱了 一般呀 留在他的身边 就能把这段苦涩的日子 给度过去 就方南川而言 是不想让妻子 看到他太多的困境 更不能增加妻子的心理负担 于是啊 每天晚上 他都要变着份 让田晴轻松 可他呀 真的是轻松不下来呀 就在昨晚 他还跟林省一位领导通过电话 那位领导也不敢多说什么 直到啊 情况不妙 要他做好最坏的打算 瞧出去 并没有传说中的那么坚决 他呀 有可能抵挡不住 专案组的攻势 攻势太猛了 这个高明 真的不简单啊 那位领导感慨的 探完呢 又说道 不过 罪益也很多 办案不应该是这个样子 嗯 他那边就那样了 我是担心这边呢 如果这边真有问题 那才叫一团糟呢 方南川说的 是指普天城 最近啊 调查组突然封锁了消息 关于普天城的情况 他一丁点也听不到了 方南川 又不能不顾原则的乱打听 心里着急啊 昨晚 肖立红跟胡兵几个来了 似乎想跟他说是神尾调整班子的事 看着妻子的面 方南川不想他敏感话题啊 陪他们喝了一壶茶 愣是没把话题往这方面引啊 这一阵子 方南川却也激烈的做着思想斗争 于川庆拿的方案 他不看也能猜得到啊 不不 如果真的一意孤行 自己啊 到底该怎么办 会场里 于川庆已经按照会议的要求 在做这次调整的说明了 他呀 每提出一个人选 会场就能骚动一事 尽管会场里聚敬无声 谁也拼命的想控制着自己啊 不敢有任何小动作 或者发出一丁点的声音 他那种骚动啊 却又争争怯怯的能让人感受得到 真是与无声之助听惊雷啊 方南川的信力也是一浪 全过一浪 浪浪不一样 他呀 后悔在于川庆工作变动上 自己啊 选择了沉默 当时他是有能力阻止了 至少应该去趟北京 向上面如实反映一下于川庆这个人 可他没这样做 当时上边有人跟他暗示 不管陆波做什么 做出多大的动静啊 都让他保持沉默 不要过分干预 方南川虽然没赤透这话的意思 但是还是照做了 现在他怀疑 做出这种选择 是不是啊 是一种错误 现在啊 可是出不得错呀 他这边错半步 就有可能让全局错十步 甚至百步 田晴说的对呀 他不只是沈长 还是一道很关键的节制阀 他这个阀门怎么拧 用多大的劲拧 拧到哪个方向 对局势 甚至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田晴啊 不赞成他现在的状态 说他太蔫了 简直啊 是一个缩头乌龟 他的男人 怎么能变成这样啊 不是让你去斗 去争 是要你拍着良性做事 光明正大的去做 理直气壮的去坚持 去捍卫 你又没做什么违纪违法的事 你怕什么呀 是啊 他怕什么呀 怎么就 理直气壮不起来呢 妻子的话呀 还想在耳边呢 于川庆这边 又连环炮一样 放出了一个接一个的冷炮来 正的他呀 耳膜都要给开裂了 正是大手臂呀 全盘挑战 这是一个什么概念 现有世纪班子 百分之七十的人员要变动 这在全国 怕也是独一无二啊 更滑稽的是 这么重要的人事变动 组织部门居然没征求他的意见 招呼也不打 直接通知让他来开会 这在全国 怕也是独一无二的 他这个审长 连知情权都没有 还怎么干 又让下面的同志啊 怎么想 乱想中啊 于川庆把调整方案 终于给汇报完了 方南川听到一长串的名字 有些熟 有些啊 不怎么熟 有几个 以前根本没听过 比如广怀这边有个樱桃 说是啊 七官工委主任 这次要调整到副市长的位置上去了 方南川直觉这件事啊 很离奇啊 提拔一个副市长 哪能这么随意啊 还有广怀的王树增 在常务副市长位置上 不过半年 这次又要当市长 这也太快了吧 不只是光环呀 激动南怀就连一向被他看作是陆波大本营的省城海州市啊 这次调整的幅度也很大 听到几个意外的名字啊 方南川脑子里猛然闪过一个人 目光啊 控制不住的就搁在了省委常委 海州市市委书记 康熙智的脸上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关注主播 精彩继续 第342集 这冲突啊 是会议进行到一半的时候发生的 方南川没想到 陆波那更没想到 于川庆汇报完后 陆波就调整班子 做了一通讲话 陆波先是就当下全省干部队伍的作风 发了一通脾气 意思是 这次调整那是迫不得已 是从大局或者工作出发 长期以来 我们的班子一团死气 活力或战斗力严重不足 领导干部都是暂位的 铁星为民办事 为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稳定 与繁荣 尽职尽责的少 任饶任怨的 那就更少了 无形立血 鞠躬尽瘁的 几乎那是没有 这样下去绝对不行 挨动要发展 靠什么 就是要靠我们这些人 靠各级干部的带动 靠各级班子 群策群力 班子没有了新鲜血液 死水一潭嘛 这次的调整 就是要给班子换血 把一大笔新生力量 补充到干部队伍里来 让我们的班子 更加充满战斗力 也充满了为人民服务的信心 这陆布冠冕堂皇的讲了一大堆 无非啊 就是原则性的 给这次的调整 戴上一顶漂亮的帽子 让他呀 变成一种需要 一种光明 一种汤儿皇之 陆伯抢完了这些 话头一转 又说他 组织部经过长期的酝酿 反复思考 广泛调研 深求民意 经过上上下下 吵几道程序 拿出了这个方案 这个方案呢 不见得是最好的 但至少啊 给了我们一种启发 让我们知道 在班子配备中 该注意些什么 该突出些什么 好吧 下面一个一个来 光我一个人说没用 大家呀 都谈谈 今天这个会啊 我们一定要畅所欲言 因为这次的调整啊 对我们来说 那是一致创新 也是一次探索 我恳求各位 要本着大局的观念 发展观念 全省上下一盘棋的观念 更要本着高度负责的态度 认真的谈出你们的想法来 对方案不足的地方 一定啊 都要指出来 对有想法的人 又要开诚布公的谈出来 这样 我们才能将这次调整工作 做得更好 下面 从海州开始 一个是 一个是的过 这话头啊 又交给了于川庆 于川庆开始 走程序似的 一个一个汇报具体人选 方南川在一边啊 一直在琢磨着 陆伯的意图啊 按理说啊 像这种调整班子的事 之前基本那就是定好了的 开会啊 不过是走走行事 客级都一样 功夫都用在下面 撑的将名单 拿到桌面上的时候 那就成了定局 很难呢 再有推翻的 几乎有一两个人选 遇到了争议 那也只是象征性的争议一下 可对方啊 亮明一个态度 并不是真要反对哪个人 其实啊 下面的人 跟他们有什么关系呢 充其量啊 那也只是道具 好不好 但今天 陆伯的态度不一样啊 画软 太软了 除了上纲上线那些外 后面的这些话呀 说的既客气 又温暖 根本呢 不像一个省委书记说的话 方南川呢 还很少在这类的会议上 听到这种话 他自己啊 从来不这么说 这个就是信号啊 陆伯为什么会软 不是他兴议啊 兴议不会把方案拿到会议上来 这是一种策略 明软实应的策略 我把态度亮在了上 你们大家就看怎么办吧 这个就是陆伯今天的真实用意 他在用一种最婉转的态度 传递出一个强硬的信息 这个便是政治强人 方南川克制着自己 不让内心的想法浮到脸上 陆伯今天是做足了准备的 这从会场的气氛就能看得出来呀 包括康熙志在内的常委们 怕是早就跟他沟通好了 瞒住的最可能就是他一个人 这种情势下 你想反击 几乎那是不可能的 因为呀 你反对意见刚一出 马上就会有人替陆伯说话 捍卫他的意志 反击轻了不顶用 反击重了 那你呀 就成为了大家的敌人 成了另类 官场上 永远不可以成为另类 谁另类 谁呀 就成了大家的公敌 那些被踢出局的人 说就说在没跟大家保持一致 于川庆已经在汇报第三个人了 前两个人 方南川甚至没听清是谁 就学大家那样举手表决了 程序都是一样的 于川庆这边代表组织部刚把人选提出来 简单介绍下情况 然后就发表意见 这时候是没人出来发表意见的 大家全都盯着陆伯 陆伯呀 也看着大家 现在慈祥 现在呀 那是非常的民主 时间过去一会儿 陆伯会咳嗽一声 说 既然大家没意见 那就过吧 于是就真的过了 于是就轮到了下一个人 他第三个人的时候 有人说话了 但说跟不说那是一样的 因为说话的是海州市委书记康熙智 他无外乎就是站在陆玻璃场上客套一下 说这个人呢 还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 不过肯定都是小问题 不影响前程的一些鸡毛蒜皮 说几句话后 话锋一转 既然组织都信任了 那我也就不反对了 让他挑大梁 是组织对他的关心和爱护 相信今后的工作中 他能克服自身确定 把自己优秀的一面给表现出来 于是这个人也过了 方南川照样投了赞成票 这海州哪怕换多少人 也不能提出反对意见 这是方南川给自己定的原则 他太清楚海州是怎么一回事了 这个市不但是陆波的大后方 更是高层熟目的焦点 陆波不会在这个市的班子人选上 跟别人谈条件 更不会听你什么意见 再者 在如此敏感的海州做文章 那不是上策 方南川顺顺当当的 就让陆波的意愿成了事实 一共有六名领导被调整 新补充近七名 海州原来空着一位副市长 一直没有补充 这一次一并补了 不用思考 都是陆波这条线上的 交通厅副厅长屁股一挪 到海州担任常务副市长 原常务副市长是众所周知的普派 调省政府研究室担任主任 组织部长纪委书记 还有政法委书记 全被撤还 兴补充的两位是从省委下去的 另一位是从海州提拔的 这个人跟康熙志和陆波的关系 都非同寻常 是海州市永定区区委书记 秦淮州的老搭档 向明涛 交换呢 无处不在呀 这个就是我们所处的现实 所有的权利那都是用来交换的 就看交换方式是什么 接下来呀 那就是南淮 这个也是策略 将海州放在最前 一是确保海州班子调整不出问题 完全按照他的意愿 这一点 陆波能有百分之百的把握 哪个人敢在海州人选上 跟他唱反调啊 他呀 那真的会毫不客气的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关注主播 精彩继续 第343集 这海州一顺呢 其他的事 自然也就顺了 这才是他最深的用意 你呀 连海州都不反对 凭什么 要在其他事的人选上 闹别扭呢 这可就难住了方南川呢 如果让议题顺顺当当的过掉 就证明他在陆波的眼里什么都不是 身家连程序都不往他这边走 就干嘛会议给召集起来 他要是一句反对的意见都不提 其他人怎么看 将来上面知道了 又会怎么去批评他 更重要的 班子不是什么时候都能调整的 尤其这种大批量的调整 调整班子 等于就是给你布下了阵 下面清一色他的人 你呀 怎么开始这样工作 你说的话 还有谁会听呢 不会的 方南川呢 好歹也做过地方大员 地方官员心里那些小九九 他还是清楚得很 有奶便是娘嘛 奶多的便是大娘 下面的官员全部啊 那都是看着权力两个自行事的 谁握着权把子 谁的话 那便是权威 南淮过了两个干部 方南川依旧在权衡 到底该不该站出来 说几句话呢 他扫了一眼会上 发现几个人的目光盯着他 今天这场面呢 如果呀 他不站出来 怕是没有谁敢站出来 再说呀 人家也犯不着 不是 海东啊 说穿了 不就是他跟陆波在争吗 其他人目前 还真轮不到 不知怎么着啊 方南川的目光 跟副书记马超然 创在了一起 这一状啊 很有味道 也很有意义 换平时啊 马超然可能会很快的移开目光 或者呀 低下头去 但这一天没有 马超然 大大大方方的迎接了他 不回避 也不躲开 很执着 很坚定 目光里呀 明显多了几样东西 不满 期待 或者呀 是愤怒 对 就是愤怒 方南川呢 很快就判断出了 马超然目光里的意味 他松了一口气 之前呢 他就想过这个问题 要不要啊 跟马超然达成某种一致 后来又觉得这个不现实啊 太有难度了 才没有付诸行动 但从近期 马超然的一些举动来看 这种可能性 还真的是存在呀 可惜呀 方南川还没来得及 跟马超然试探性的接触一下 就被陆波 给逼进了血沫 陆波呀 那真的是在逼他呀 某种程度上 这次会议不是调整班子 而是彻底的改变海洞的格局 陆波呀 在做自己的大格局 此人野心太大 不但呢 想铲除普天城夫妇 更想将他逼到绝境 方南川冒出了一生的冷汗 似乎他第一次发现 陆波还有如此狂妄的野心啊 怎么办 方南川似乎有了少许的慌乱与不安 也有那么一分着急 但他很快的镇定住了自己啊 不能急 必须在最合适的时候把牌给打出去 毕竟啊 他手里还是有几张牌的 没路不想象的那么白痴 又一个是顺利的通过了 谁也没意见 照样啊 是那个结局 普派彻底的被排挤了出去 一个也没留下 到了南淮 方案提出的是原市委书记 龚学瑞上调到省里 担任省政府秘书长 接替原来的预算器 南淮书记 由南淮商杀失火案中丢关了赵松担任 市长楼刚调离南淮 接替赵松到省政协担任专职委员会主任 这个变动啊 不只是大胆 而且呢 切尽了荒唐 一来呀 于川庆离开省府后 省政府秘书长人选 必须就省长来提名 方南川呢 倒是向组织部门建议过 想调回普天城原来的副秘书长曹小安 小若轩出事后 普天城出于种种考虑 提前向身边的人做了安排 副秘书长曹小安 目前在省国资委担任一把手 但组织部啊 没给他任何答复 当时的组织部长还是和平 和平去外省上任的时候 无比遗憾的跟方南川说 普天城的人生哲学是否正确 他又将如何应对眼前的局势 您的定转暂平 是无更加努力的动力 让我们下期再见 你看海东的理由 撑的那是干不下去了 与其窝窝囊囊的干着 将来再待人受过 不如提前呢 找个安生立命的地方 于川庆挪到审委那边后 方南川突然打消了主意 不再提曹小安的事 就是想看看陆伯和于川庆到底呀 会给他派谁来 但他呀 万万没想到的是 人家安排的竟然是龚学瑞呀 龚学瑞曾经是沈政府的副秘书长 普天成担任秘书长的时候 他给普天成当副手 后来呀 普天成跟宋汉林到了省委这边 于川庆接了普天成的班 龚学瑞的排名也就往前挪了两位 方南川到海东任之后 跟龚学瑞的接触也不算少 毕竟啊 他也是一方诸侯 很多事是绕不开他的 整体的感觉 这个人的臣服很深 隐而不漏 太人揭武 礼义周全 但往往啊 太周全的时候 就有了破绽露出来 有些事啊 一直让方南川很警惕 方南川曾经接到一封匿名信 信中反映海东大河集团处多问题 其中提到了大河集团成立时 变相占有国有资产 将高达几千万的国有资产 以企业重组的名义 划不给了大河集团 大河集团看似别人的 实则呀 是陆伯小姨子啊 情愫真的 而大河集团组建工作 正是由当时的副秘书长 龚学瑞负责 方南川同时啊 还收到过几张照片 照片中 一男一女啊 那都是赤条条的 动作极其的应当下流 女的一眼就能认出是情愫真 男的不太清楚 他方南川怀疑是龚学瑞 取暴者也说是龚学瑞 这也是他到任后 龚学瑞对他态度 起好的原因之一 包括普天成再认识 也跟他谈过类似的问题 认为龚学瑞呀 有点让人摸不透啊 把这样一个吃不准 摸不透的人 调到他的身边 担任秘书长 陆伯呢 深可谓是啊 用心良苦 还好 自己一直没有对龚学瑞放松警惕呀 没被很多假象所迷惑 不然呢 今天还会感激路波呢 那目前龚学瑞的这一套 是能迷惑住很多人的 一个人刻意的想做出另一种样子时啊 这个人那就是假的 至少啊 他心里有鬼 这个鬼 怕还是在陆伯这边啊 或者在他小姨子那边 这也是一种交换啊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关注主播 精彩继续